现在民进党的摩托 伸向了许晓星 因为就民进党才讲 几个人是他想要干掉 一个韩国瑜嘛 一个黄国昌嘛 一个傅庚齐嘛 一个是许晓星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许晓星事件 跟许晓星的诈骗集团事件 原本沉及了将近快要一个半月 没有想到 许晓星先生的姐姐的老公 他的名字叫做杜炳城 在台北地院 当庭指控许晓星三大案件 第一个浅见声闻事件 第二个收取回馈事件 第三个内线交易事件 这三大案都是非常重的 那这三大案跟许晓星有没有关系 许晓星今天在6月11号 他也发布了五项反驳 这五项反驳我们不去说他 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进出法院的时候 讲跟案情无关的事 这个是因为我打过那么多场官司 我也讲到了一些事 法官特别提醒我 况且语气非常严厉 与案情无关的事 你不要给我胡扯 这个是我经常碰到的场面 这一次的法院还在明笔录 是非常奇怪的 无论是检察官 无论是法官 还把他在明笔录 就是说他大姑的先生杜炳城 严厉指控许晓星 形同当庭告发 就是当庭告发 注意当庭告发 第一个浅见声闻事件 第二个收取回馈 就是贿赂事件 那第三个内线交易事件 总共三个事件 这三个事件罪行都比诈骗要来的重 那好杜炳城这样讲 请问检察官有没有自治 法官有没有自治 居然不自治还在明笔录 这是什么意思 叫你畅所欲言 我相信每一个上法庭的人 法官绝对不会让你畅所欲言 尤其与案情无关的事情 他不会让你畅所欲言的 那你从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剧本 究竟是谁在幕后下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 就是说他当庭指控 当庭指控 检察官可以主动侦查 或者法官可以发交检察官 进行侦查 就是说杜炳城讲的究竟是不是事实 你有没有找徐晓星来当庭对职 交叉结婚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你不能够因为说某某人 好比说讲我 好讲我 偷了某人的一部单车 或者偷了某人一部的电动车 好比说我举例 你总要来问我 我就要问他 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那你看到我开的是什么车 那我这部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偷来的买来的想来的 就是说不是每一项当庭指控 法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就要征办 不见得 况且与案情无关的 除非徐晓星涉入诈骗案 但是他不讲诈骗案 他就是讲徐晓星浅见深吻 浅见深吻 坦白说浅见最重要的那就是深吻 就是说他暗示 徐晓星跟据口上有不当的连结 那其次军火商是为了让 徐晓星能够为他护航 然后就是提供金钱资助徐晓星 又有知道内线交易的人提供讯息给 徐晓星进行内线交易 那这三个 不是说那你当庭假 因为任何一个法律那是这样子 你要讲得非常的具体 时间地点人物 时间地点人物 然后事件 那他的姐姐的老公杜炳成这样子讲 他被提前诉说他要主动承办 那请问 这个是不是又是现成重罪 因为这违反了我过去打官司的经验法事 有一些事情我们会刹题刹到旁边 法官不会让你讲 他说请你针对案情 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给我归扯 你不要给我扯到其他人去 就说与案情无关的事情 他是不会让你扯的 因为这样子扯下去没完没了 那显然法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法官就发销检察官办 如果是检察官主动侦办 他还好 就说没有这些事实 那就签结了 法官交办的话 他要答复的 从这一点大家看不出来吗 现在民进党的魔爪 身上的徐晓星 因为就民进党来讲 几个人是他想要干掉的 一个韩国瑜 一个黄国昌 一个傅庚齐 一个是徐晓星 所以我们可以说 现在台湾的司法 只要有人当庭陈述 与案情无关的事 都可以争办的话 那岂不天下大乱 那事实上 徐晓星的无联反驳 他也讲了 欢迎查办 你来办我 但是至少 你要给他当庭对职的机会 不是别人讲什么 说你是什么 我就非办不可 因为那些是传闻证据 检察官怎么可以根据 传闻证据办事 我们很多时候我去告发 那结果他说 你不能根据传闻告发 这个就 大家就看 如果对他有利的话 他说这是传闻证据 如果不是 对他没有利的话 他说这个案子不是空穴来风 你姐姐的老公 怎么会指控你呢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搞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在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我们只能够说 党同发议的结果 去摧毁了司法的公信力 再来